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8月17日 我们继续听老普读书 我们选的书是《晚年周恩来》 作者高文谦 明镜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要读的是 这本书的第14段 这是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应该算是第二节 叫做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这个大概需要用20分钟左右 在读这个之前 我想先讲一下 高华老师的讲座中间讲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针对刘少奇 也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的军权和项权的矛盾 在集权统治者跟前 第二把手 其实一直是很危险的 那么在1945年 通过树立毛泽东思想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大树特殊毛主席的权威 刘少奇 彭真这些人 其实帮助了毛泽东 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的 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领导地位 但实际上随着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二把手的 这样的一个势力不断的发展 事实上的毛呢 可能对刘少奇有所不满 这个可能会是有治国的 这种大政方针的问题 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么在建国初期呢 曾经有过高岗事件 高饶事件 高岗当时呢 这个就来北京以后呢 有多方的串联 包括找过陈云 找过邓小平 找过林彪 希望呢 能够换掉刘少奇 要取代刘少奇 这个呢 可能被认为呢 是毛泽东跟他有交底 那么等到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出来以后 没有得到的 党内这些 一线重要人物的支持 那这时候呢 毛泽东否认这样的一件事情 等于呢 把高岗抛出来 最终呢 高岗呢 是两次自杀 第二次呢 成功了 这是这是当时 也许呢 这个我想也许在 中共建国初期 刘少奇呢 就有过这样的一次 危险 这个危险的发难者 可能不会简单的 是高岗那么简单 仅仅是高岗 在这个 高华老师讲座中间讲过的 在文革期间要打倒刘少奇 选用的呢 是林彪做接班人 但实际上呢 刘少奇跟林彪 在党内的影响力和作用 事实上呢 是不可同志而语的 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 林彪呢 成了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成了副统帅 是吧 这个 但实际上呢 高华老师讲过呢 刘少奇的这个 第二把手 是吧 他是有职有权 比如说他是国家主席 他一直负责呢 这个 这个具体的工作 是吧 那么林彪呢 其实呢 往往是有职 有职无权 是吧 无职无权 他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 副总帅 是吧 这个接班人 亲密战友 但他实际上呢 在这个 那个时候好像 是一个国务院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 而这个呢 其实是刘少奇 作为国务院总理 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的一个职位之下 且不说呢 还面临了 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 这样的一种牵制 所以林彪呢 应该说 对自己的这种境遇地位 也是有他的不满之处的 但是最终呢 打倒林彪 九家二中全会 在这个庐山会议 批尘整风 这个对林彪 逐渐逐渐的摊牌 应该说 林彪没有什么 说不过去的 这种错误 事实上呢 还是毛泽东 就是想打倒林彪 就像当年 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一样 没有别的 现在我们接着开始读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 周恩来所主持的 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 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 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 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 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 而占上风 而周这一方 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 显得理不直 气不壮 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爆发后 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 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 一方面通过江青 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 指挥运动 贯彻他的各种意图 另一方面 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 尽管在516通知中 明文规定文革小组 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施令的需要 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 而不是后者 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 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 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不同 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听 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首当其冲 虽然他善于隐忍周选 尽可能的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 避免与之正面冲突 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 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 和发泄的对象 比如从一开始 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 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 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 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的成员 这是高文谦老师的注释 很有意见 认为周旗帜不鲜明 对前述周所开立的保护名单 江青也很不高兴 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 更是让他憋了一肚子后 据知情人回忆 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 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 由周恩来提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 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 伸手把书扔到地上 抬起双脚践踏 一边用尽踩 一边气冲冲的说 总理真是还给他提字 由于中央文革 多是奉旨形式 贯彻执行的 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 因而在两军对阵中 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 而占上风 而周恩来这一方 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 显得礼不值 气不壮 而屡屡败下阵 比如八月下旬 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 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 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 周与陶柱商量后 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 送毛泽东、林彪、沈岳和中央文革小组合约 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 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 认定这是周恩来 忌击话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 于是他在上面批道 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 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课 毛月后支持了李江青的意见 批示此件不发 把文件退了回去 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情况 乱打乱斗问题 花了不少精力 起扫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极点意见 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做了阐述 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 遵守纪律 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对此进行讨论 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 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 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 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 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 姚文元则强调 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 康、姚在会上一唱一唱 挑刺儿、刁呢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 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 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 制止红卫兵乱揪乱斗的做法 他曾多次讥讽周是灭火队长 甚至当面责骂中这个你也不让批 那个你也不让斗 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 这份文件最后胎死死忠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 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 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质谋 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 不得而知 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 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 由他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 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把两者合二为一 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 是经毛泽东授权的 不经毛的同意 他不会拱手相让 另一方面 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 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 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 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 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 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柱 拉到他这一边 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 康生保持好关系 在遇到问题时 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柏达的意见 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子辈 诸如王立 官方 齐文宇等人 周也将尊 将贵 注意 请教 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江青本人 周更是格外恭敬 小心周旋 绝不与他正面冲突 凡此种种 在一定程度上 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 见拉拢不成 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角 十分恼火 于是迁怒于陶柱 不断地找他的茬 在后来陶柱被打倒以后 江青的一腔怨恨 借机发泄出来 指着周的鼻子骂道 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 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 还有国务院碰头会 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 拉到你那边去 你诚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 便开始整周恩来 用他自己的话识 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 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 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 吹风 说周的坏话 另一方面 私下挑唆 学生造反派中的 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9月下旬 江青指定他的亲信张纯桥 主持由中央文革 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 红伟民座谈会 会上 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 凯大夫 在江青的授意下 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 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 活习泥 搞折中主义 还提出怀疑现在 是否还有一个 暗中与党中央 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江青在听举汇报后 立即表态 同意凯大夫的看法 说周恩来就是活习泥 搞折中主义 陈柏达也俯贺说 总理就是旗帜不先明 文革小组会议 随即作出决定 把座谈会的纪要 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 并由王立官方起草一篇 红旗杂志国庆社论 批判折中主义 强调要旗帜鲜明的支持造反派 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 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 散布文革 是新文革 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这是这一段 我们就读这么多 这一段比较短 下一节呢 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这个呢 我们下次再读 谢谢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